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专栏 我是沈梅琪 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邀请到移民法律师 申春平 盛律师 盛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凤凰律师美洲台的朋友大家好 盛律师 中国的现在各大城市的都在进行美签 那么根据数据显示 截至上个月的9号 上海领事馆的美国面签已经排到了2024年的1月 那么上海的境外办证中心从暑假到现在 他天天都上演不到9点 门口就大排长龙 而且签证呢 并不是想办就能够办得下来 甚至于是非常难预约 所以目前很多人都要办加级 所以首先想要先请教申律师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办理加级面签呢 我举个例子吧 最后我们 最近我们接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就是在犹他州的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不幸遇事 不幸遇事以后呢 他的亲人呢 要来美国来这个为他做善后的这种处理 学校就发这种给领馆发邀请函 就说因为这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这样情况下呢 是可以的 以前呢 我们还有一个案子 也是在这个留学生在桑特巴布尔也是不幸去世了 桑特巴布尔学校呢 就发这种邀请函 那这种邀请函属于呢 人道主义的这个签证 一般比较快 对吧 因为他这个原因比较那种重大 这一类 还有一类呢 就是商业类的 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客人 对吧 他们在上海是精酿啤酒 跟美国这个西雅图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啤酒花节 他们也是要求加级 为什么那个啤酒花节开的时候呢 就一个月就要开了 如果按照正常排队三个月 他们呢 通过美国农业部在中国的这个办事处呢 给他发了一个加级 而且不但是加级 还换了个领事馆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呢 上海领事馆有很多签证 突然被取消了 非常像当年熔断 对吧 结果他们这个发案以后呢 他给他这种 不能说走后门吧 但确实是有这个比较重要的成分 就是他们来美国来买那个美国这个产品 哎 加级 对吧 就这一类的事情呢 是一类是人道主义 一类是这个商务活动 对吧 呃 这个 这两类是比较普遍的加级的 呃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 他不是到10月12月份 他到了明年3月份了 有的到了明年这个二三月份了 就是现在如果你去排队想到 拿一张美国的B&B2签证 不管你在这旅游啊 商务啊 探亲啊 访友 一般没有重大情况会在明年3月份 但是最近最坏的消息是 呃 你应该在一周前吧 上海领事馆大面积的取消了这个预约面谈 比如说你在9月30号面谈 突然一周前你收到一个通知 就是说你的签证预约被取消了 为什么呢 技术原因 technic reasons 这个是大家目前谈论比较多的事 就是中国各个领事馆呢 呃 很多这个 本来是要马上面谈的人的签证会取消 那你可以重新预约 呃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 可能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或两个最重要 一个是签证的人太多 第二呢 签证人数比较少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美国领事馆最多的处理的是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的签证 这个不能夹急 这叫优先 对吧 F1 J1 这个呃呃呃 就这类的签证 因为马上美国要开学了 所以领导只有10个人 每天只能处理那么 一个人处理20个吧 OK 200个 200个给钱的给留学生 所以我估计到了这个9月中旬以后 呃 有可能这个签证会加快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好的原因 对吧 就是呃 F1人多啊 决定签证 但是不好的原因呢 据说现在领导人来了太多 太多根据统计呢 有人不回去 对吧 因为你看半年以后 他签证以后多少人回去了 他可能有些统计 他怕来了以后不走了 因为确实很多F1 对不起啊 呃那个BIP2签证到美国 治疗人也比较多 这可能也是他们一个 比较在意的民间省主政 诶 那我在这边想请教一下 孙律师 那如果说你拿B的签证到美国来 然后你预期不凡 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 呃这个算是惩罚吧 有两种情况啊 一种情况就是说呢 他来着是还是想回去 但是因为毛主人员回不去 对吧 疫情最简单的 对吧 或者在这生病了 你要刚要上飞机 你得COVID 对吧 你差点阳性 这个可以在 可以做一个必须延期 前一股三九表格 把这个450块钱交上去 对吧 交一个指纹费 应该520吧 左右就那 然后呢 附上影响证明说 你在美国带一个 他现在签证呢 你要连三个月 四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他让你延的 但是你延了一次 再接着延第二次就不可以了 这一类 还有一类呢 确实有滞留不归的 我举个例子吧 呃现在 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估计很多人 就是已经 这类不归了 什么样的 美宝妈妈 我们知道在过去 十年中呢 这个在 美国坐月子中心 有很多人 拿着BMP2签证 生了孩子 又回去了 回去小孩 现在到了 正好是 到了差不多 十年了嘛 十一 就十一 十二岁 比如说他们生在美国 时候差不多这个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零年到一二年 到了美国 这个坎上了 你说你给你一个很难的选择 第一他是美国公民 他用不着签证 可以回到美国来 第二他是婴儿 对不对 Teenagers 对吧 正是需要大人陪 那这个时候 家长也没有办法做投资移民 也没有办法做这个什么 L1签证 那怎么办呢 来了 现在赖着不走吧 转个学 所以这批人呢 在美国生过孩子的这些 这个父母呢 现在是一批很焦虑的人群 他们会选择滞留在美国 主持人 那你既然滞留在美国 你又希望未来能够取得 合法身份的话 那么是不是拿这些 B 类签证进来的人 他们在转换身份上面 我不晓得 沈律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They can wait for 10 years and when the children reach 21 They can get a green car 就是他们等到小孩长大 没老妈妈嘛 对吧 他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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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岁 对不对 等到20、10、20岁 在美国黑掉10年以后 小孩可以申请父母 对不对 这个可能是有一半这么想 那他如果 就说那对不起 我这个主持人 就是说美国公民在21岁的时候 可以为 哪怕是在美国黑掉的父母 申请绿卡 前期你要有工作 或者有co-sponsor 但是大家 我觉得中国人呢 对这个教育这个事 看的比较重 对吧 这个没有办法 看来现在国内这个教育呢 有些问题 或者有很大的问题 导致这么多人 那除了这个方法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 其他还有很多方法了 单身呢 可以做一些结婚呢 可以做投资移民啊 反正就是 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吧 这个事情呢 我就不在这做 替我自己宣传了 就说肯定他们还会问律师啊 问什么 在这里很多受骗的 对吧 我们也看了这么多年 而且现在呢 什么比较容易 说难听了 非法移民比较容易 对吧 走线比较容易 对吧 走线来了以后 你不能合法的 在美国留下来 这也是个问题 有人做了什么庇护 什么之类对吧 但是你要拿到绿卡 是比较难的 我也碰到很多 这个走线的人 过来这个 有时候会在这个市场 看的问他们 然后就说 我怎么能拿 我说拿绿卡 1615年 人家还没拿绿卡 你就这么快 反正现在人家 这种期待值太高 但是从美国 这个移民法的角度来讲呢 他是这么一个机制 就是拜登上台以后 会放宽 所以说很多进来 甚至他让你 也给你个合法工作的机会 我们知道 最近委内瑞拉 进来50万人 都给了身份了 委内瑞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么宽 对吧 所以纽约来的人最多 甚至有些州 考虑这个 发一个公卡之类的 但这不是一个联邦的事情 所以我倒是觉得 现在美国最面临的 这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我们这样子还要讲 对我们在谈这个 总统给委内瑞拉走线的 非法移民 50万个名额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探讨 但是我们下半场 再来谈这个事情 我们再回到这个面谈 那如果说今天你面谈 被取消的话 那么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呢 如果你满足我刚才讲的 那个所谓应急那种措施 你可以要求加快 对吧 但是大家都加快就都不快了 对吧 这个事情就麻烦在这个地方 是 他应该是有一个优先考虑吧 他现在在这个优先考虑 肯定是拿这个F1和J1来的 这些学生学者 对吧 因为他们有个deadline要开学 那你B1B2你用不着 你没deadline 你说出面 我来过美国来过圣诞节来看 你还咋子呢 所以我是觉得呢 要看 看到这个下一步 10月份以后会怎么 另外呢 大家可能还是有个契机 因为我最近也跟很多 这个业内人士啊 包括这个美领馆的 这些熟悉的人啊 中国领事馆 就是说现在整个呢 大家可能在等一件事 就等这个美国最高 中美两国最高层的 领导人会谈 就是在11月15号 到10月17号 在纠结栅主持一个APEC 就是樊台铭会议吧 习近平主席应该是会来 那拜登也会去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可能最高能达到一个共识 现在就是推动民间那种交流嘛 那民间交流呢 不就是要见面嘛 见面以后不能是 这个老在这个Zoom上 对不对 就咱俩在Zoom 我估计 这个完了以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旅游人士的增长 现在很多人就找签证代办公司 来做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也知道签证代办公司 这个千百种 而且很多公司 我们不说他们是骗局吧 但是他会为了要生存 他可能会走一些旁门走道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请教 顺律师啊 民众找签证代办公司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项 不要做假文件 这是最准好的 说实话 对吧 但是因为有的人不做假文件 他过不来 对吧 那个所以很多这个假文件 这个事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假文件签证官 可以用肉眼辨别的出来吗 有的时候不太容易 对吧 他比如我们看他的公司 他有这个公司工作 对不对 你这个他就什么工作 工作证明都是真的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类的 有一类的就是说呢 我们上次签过一个 就他在美国读过书 在未典 那是好一点 你在美国读过书 回去做生意对吧 还有就没有出过国的 我觉得也不一定 就有时候移民官 他比较相信 美国人基本上还是相信 对吧 或者就极不相信 所以我觉得你要作为 BIP中的一定要文件要好 而且呢你这个要讲清楚 对吧 那但是很多这个所谓 平行机构 他就给你这方面 所以给你培训之类的 所以这一点呢 是挺讨厌的 但是一旦你被拒签以后 你再签证非常难 就我们知道很多BIP中签不出来 你要如果再签 没有三次 你根本签不出来 他一定发现 当然了 又分两种 一种是你是良性的 没有做这个所谓这种 misrepresentation OK 他还可以给你签 但有一类就是 他认为你是作假 那就很麻烦 对吧 所以BIP中签 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 这个事儿呢 而且大部分人呢 都是会被拒签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来美国 这个目的可能是 没法证明这个事 比较好签的是 哪类人呢 就是在这儿 而且有工作的 来过好几次 但是这些人呢 也符合美国 一个什么条件 一个他可以在这 办亲属移民 我们这有好几个客人 来的 有BIP中签来的 觉得国内现在 这个可能是 还是跟儿女在 特别儿女要生小孩 他就留在这 这是可以的 合法的 对吧 但你要是 随便上路考察的话呢 他还是会问 因为有的时候 问很详细 就是有的移民官 问得很详细 你要答得对答如流 所以我们知道 BIP中签很难见 而且到了机场 你还会问问一次 因为到机场 是另外一个口岸 另外一套机构 所以这个确实是 第一次来美国 这个BIP中签人 是要特别小心 就是 好 那么回到这个 拜登突然宣布 要允许特定期间内 抵达美国的 47万的 这个文艺瑞纳的工人呢 他们可以 暂时合法的工作 那就很多人 就觉得说 你这个不是 变相的大赦吗 您怎么看呢 美国有一个移民 有一个身份 叫Temporary Protection Status TPS 它一般是根据什么呢 就根据美国政府的需要 在美国侨居的某一国别的人 在那个国别遭到重大的 那种战乱啊 损失啊 或者经济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留这儿 展示给你们公卡 但一般来讲 这个就是留在美国第一步 但是TPS一般不能转成正式立卡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事情 但是很多人都不着急 他们有工作就好了 生完小孩再想办法呗 TPS这个过程 你要提一个表 然后公卡 也不是马上自动 就给一个公卡 但是 Eligible for work permit 美国这次做的 有一点点过分 但是因为在总统范围内 你也没法 没有办法挑战它 因为什么 纽约现在来 可能非法移民呢 他就是人满为患 另外好的是共和党 民主党认为 它是年轻力壮 因为男的多嘛 没结婚的多 所以你不如跟他们干活 加上美国现在又缺少劳动力 对吧 不好的话 就你这个连锁反应 你马上人呼呼呼就全过来 你说你怎么停止这个事 对吧 所以这里边就是 为什么共和党 在前天那个晚上 在加州那个 Simi Valley 那个辩护 也提到这个东西 我个人来讲呢 觉得民主党这个政策 是不对的 对吧 你不能那么放 你这么放的话 你这个没有头啊 而且放了很多年了 所以在这点 我表示 我不支持这个事 对 您既然提到 昨天那个共和党的 总统参选人 他们每一个人 很无独有偶的 全部都有谈到 这个 如果他们当总统的话 美国的移民政策 他们要怎么样进行改革 哪些方向 那么我 我也是有看到 那我在这边 想要请教一下 沈律师 就是说 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 这个 那个 前任的副总统 Mike Pence 他就说 他其实是在自夸 就是说 川普任期的时 那他们 他跟川普两个人 有这个 defer 就是 童年 敌美的这个 梦想法案 他们有让他 就是抵制他 然后呢 所以才会造成 这个美墨边境 当时呢 事实上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另外那个 Nicky Halley 他表示说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我看一下 我这边做一个笔记 就是 他说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他要加派 两万五千名的 美国边境巡逻队 以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探员 并且他要断 断掉这个庇护城市 那另外一个 就是 印度裔的那个 Ramswami 他就说 他会取消 偷渡客子女的 出生公民权 那么这几位总统 参选人 他们提出了这些 解决边境非法移民 问题的方式 您觉得可行吗 哎呀 这叫 楚中吴大将 点了一张先锋 我昨天看了 我挺失望的 我挺失望的原因 就是好像这一次的 第二总统辩论 共和党总统辩论 还不如第一次的 对吧 两次川普都没来 对吧 但这一次呢 基本上 有一点就很多 那个 就是好像 各讲各话吧 当然移民 基本上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移民川普 已经提出了 比较完整的 比较严厉的移民政策 说他一旦当选 他的主要提早 是那个Steve Miller 从前还有 那个Steve Banner 对吧 他们是百分之来 首先要建一个墙 对吧 就你不能随想进来 我到毛泽园 我到赞成这个事 对吧 就你只要把编程 守住了以后 再谈别的事 但是呢 他有一些呢 按照这个 我今天看了主流媒体 批评他们多一点吧 对吧 我个人觉得呢 他们现在做这个事呢 是先给 给这个白人选民听的 对吧 就是他要争取这个人选民 表示我的立场 对吧 你刚才你讲到 每个每个都基本大同小异吧 对不对 第一呢 叫限制非法移民建墙 而且有的时候 拿一个什么铁丝网 拦住 对吧 这种东西吧 如果在一个 集权国家比较容易做到 没民主家 国家做不着 对吧 你做完就马上 联邦法院的时候 你不能这么做 对吧 所以他说了一句 没什么用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但是 如果共和党 一旦当了总统的话 我相信 美国的移民政策 一定是往回 所以不能说180度 120度还是可能的 那60度是 因为联邦法院不允许 所以说在这个控制边境 这个非法移民 这个生小孩 不能送美国公民 还有这个 能不能这个 亲属移民 有的还要全外出版币 反正五花八门 我也看着看 因为这个 因为是 好像黄人还没有 媒体很多 我是看着英文的 我也才记不住 但我觉得大的政策是 守住边界 限制非法移民 甚至也要限制合法移民 但 川普好像对 限制合法移民 没有说那么多 主持人 我觉得 我看那个拜登宣布 需要让47万名 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 有工作证 这个部分 我的看法是 没比我比较难以 但是我是觉得说 既然像那个 纽约市长 他都说 他受不了了 一开始他是很欢迎 他说纽约 是要多花了20亿美元 来安顿这些非法移民 所以他就说 oh no more 真的 他说纽约快完蛋了 那所以我觉得 拜登在这个时候说 委内瑞拉来的移民 可以工作的话 that's not a bad thing 你这些20亿的花费 花在这些 无证移民身上 你要让他们赶快去工作 所以他才能够缴税 然后增加纽约市的税收 所以我不觉得 拜登开了这个心理 有什么不对 那不对 这个有点像奥巴马 当年一句话 他说 It's a right thing to do 但他前提是 It's not a legal but a right 这是美国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 对吧 移民法呢 规定就是你要按照这个 先来后到 亲属移民也好 这个 投资移民也好 顾问 你现在关键 有的排了十年都排不到 那你一天就到了美国 就有工作许可 所以这个对美国移民法呢 是一个 一个很不公平 这么一件事 对吧 所以说应该美国是 Everything is under the law by the law 对吧 Rude by the law 那你现在就 那就好了 随便我可以来 所以我在这个根本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拜登做的是不对的 他是从一个 从这个政治考量 为了明年的选票 不愿意得罪这些人 包括他最近到那个 支持罢工一样 他现在每个地方要找到选票 这一个选票 为什么委内地拉给他切 那中南美洲的这个 在美国有公民权 肯定要选他呀 对吧 这个就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完全从政治考量 而且我们知道明年 明年就再选 那另外一个不是政治人物 是一个生意人 Ellen Musk 马斯克 他说他这个礼拜要去美国边境 看看美国的移民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那当然他如果只是去看 然后说啊 真的很严重 那就没有去造访的意义嘛 所以他肯定要提出一些建议 明觉的马斯克 他能够提出的解决 美国边境问题的办法吗 我觉得解决不了 我觉得解决不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总统都解决不了 国会都总结了 法院都解决不了 美国这个国土外界 它一个人凭一己之力 一个百万富翁能做什么呢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先把这个访问进行到这里 那么也非常感谢孙律师 再次来接受我们采访 那么也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礼拜见 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字幕志愿者 杨栏心 知录音 杨栏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